好了,又回到來,其實上一次真的是介紹 講了一件事就是這個思潮大衝突的年代 這個年代就是2010年到2020年是一個開端 會不會到什麼時候我們開始有一個適應呢? 我不敢說,但相信在三、四年後大家適應習慣了之後 我覺得會轉入自然街景 好,那就講到了這個思潮大衝突的年代有什麼呢? 其實很多人這個年代,年輕人遇到一個temptation 也遇到一個很大的機會就是什麼呢?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通過網上自學到的 這是其實一個大喜訊來的 因為很多的知識已經不會再掌握到一些少數人的手上 或者是權貴的手上 這些古代的知識其實是掌握在權貴和貴族的手上 知識分子都是一代傳一代 很多人,說中國的農民、獵戶 基本上他們一路一路 或者是從事我們稱為武者 他們可能是當兵的 他們一路都是一代傳一代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你看一個楊家仗 大家都知道,每個人都是打仗的 當然他們很出名 真有奇人的,你不要以為沒有 是真的,他們的後人仍然活在中國 是真的,因為我認識他們 為甚麼你有機會問問我 是真的 所以其實很多是世代傳下來的 你說是階級也好 你說是他們的家族事業也好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很多國家都是這樣的 不是中國是這樣的 不過當然去到某些年代 我們要確認一件事 去到某些年代 中國的歷史發展的步伐 民運發展是真的去到一些走到車 或者是停車不前的時代 到了那時候 其實外國西方社會 由於某些某些很多種的原因 工業革命 思潮的文藝復興 很多的令到這些 有科技發展 人民的生活豐富了之後 開始人類的階級 開始得到更多的平衡 所以很多知識 都可以獲得到 熊人都可以獲得到 去到我們這一年代 有YouTube 有網 其實就是 如果你有心讀書 很小心 是真是很有智慧 去自學的人 舉例 一個成年來很想學 其實 有沒有需要去拜師學 有沒有需要去讀科目 其實 某個程度來說 可以不用 某個程度 其實很多資訊是找到的 但問題就是 那些資訊是否正確 如果你沒有打工夫的底 那你可以找到一些 當作是 蛇形雕獸的影片 那你去學 是不是正確 是否正確 你沒有辦法知道 如果你是專家當然知道 但如果你都沒有去到那個 你真的學 其實 是不是正確 這個就是 最吊鬼的地方 也是最容易出問題的地方 不一定是出壞事 但是已經出問題的地方 所以這個年代 反而你不是要獲得資訊 或者獲得知識 有困難 而是你要辨別資訊 反而是個關鍵 就是說你收到資訊 對還是錯 合不合用 有沒有偏頗 有沒有 其實不是你想找的 或者你不想看的東西 但是你看到 你看到很多的 這個我不說 我都不說政治 沒有位子 轉到船窩裡面 當然我自己有的 每個人都有的 其實 有些人有這樣的理想 這是這樣的理想 OK 但是 這樣說了 就是 對我現在做的事情 有什麼用呢 我又覺得要分開 所以我不會說的 你不說 我又不說 我都不說 因為我反而是 最重要的反而是 做了我認為 人生目標有意義 我記得有一集我講過 我們人生目標 跟我們行為要相配 如果我說了我做不到 那幾十歲的人 其實實在是應該 自己打幾把 好 那又回到正題 所以這個思潮的大衝突 其實 我拷小書包 我那時候讀了一些 社會學理論 也有這些東西 你去定性 Define的東西 比較好一點 容易明白一點 因為這件事是很複雜 還有很多元性 你還不喜歡Define的東西 你很難把它放在一起 或者讓人們明白到你想說什麼 所以這個大衝突是什麼 智學和網上的課程 有些是收錢的 也真的 有些數據顯示 將來這幾年的智學 網上的課程 是中國的大生意 我不要以為 我不是只看Brancher 事實上 我們也有留意一些 例如一些網上課程 有其他廣告的 在外國的地方 有些公司 突然看到 他們能夠請到很出名的大導演 學者 科學家 藝術家 藝術家 音樂家 總之 你認知他是一個頂級的人 他跟你親身 不是親身 親身 親身在網上 跟你有一個互動的教學 不只是看一個影片 他可能是真的有zoom meeting 或者是一個live chat 其實是可以的 以往我知道其實是有這樣的事情 你可以給一個價值的錢 你可以跟一些很著名的富商 一些人去吃飯 當然他們不是用來賺錢 但他們可能是代表一個社會的貢獻 就是有些人想見識一下 或者想見一下我 或者分享一些心得 那你來 不過你要給一些錢 那些錢多數是捐出去的 但是這個應聞而生 不如就講一些課程 那些機構非常聰明 你看到這個商機和契機 他把這個系統化 或者商業化 那就不用問了 肯定有很多人看 舉個例子 如果是Steven Spielberg 去教你拍戲 我想很多人 好像這個行業 一些戲迷 或者喜歡Steven Spielberg 電影的人 他們都可能會報個價值 因為這個online course 一定是把能夠成本降低了 變成不是monopolize 一些人的手上 給一些專業人士 或者寡頭人士 有資源上 或者有網絡上的利益 或者優勢的人 他們可以優先得到 所以這個年代其實是好的 就是說 更加平等 當你獲得知識的時候 其實你的門檻又低了 是在乎你有沒有心去學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的 說到這裡 其實又要停下來 因為時間又是差不多 所以希望繼續留意我第三集 關於思潮大衝突的年代 希望你喜歡聽 拜拜